菲律宾官员说,强台风侵袭了北部一个省份,吹倒树木,掀开屋顶,并造成断电。 当局说,台风帕尔玛星期六登陆卡加严省,目前没有上网报告。 本来预计台风可能在首都马尼拉造成重大洪水,但台风改变了风向,转而向北移动。 就在一个星期前,一场风暴刚刚导致了马尼拉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洪水,使数百人丧生。 菲律宾总统阿罗约已经宣布全国进入灾难状态,并已下令六个省进行大规模疏散。 根据预报,台风帕尔玛将带来风速每小时200多公里的强风以及暴雨,可能将在菲律宾北部导致严重洪水。